花莲市中原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斑驳 将从7月19号起一连三天执行墙面油漆工作 7月16号下午由清洁队员先清洗墙面以离施工 施工期间还请路人配合改走中化路或是永极桥通行 中原路地下道是花莲市汉间 乡之间重要的连外道路 墙面油漆斑驳严重 而且集水井勾盖也长期招碾压而凹陷 影响到行车安全 为了提供安全优质的交通环境 花莲市公所将进行地下道的油漆工程 我们中原地下道是我们花莲市跟吉安乡 联络的一个非常重要交通频繁的道路 那由于很多年来都没有进行一个 就是没办法进行一个封闭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这一次利用因为疫情的关系 交通流量有减少 所以我们打算来做一个环境的改善 那我们打算在这个礼拜五16号下午一点半 到四点半会先针对地下道做全面的封闭来做清洗 那下周一开始一连三天19号到21号 我们会将整个地下道做封闭 那进行里面的油漆全面的那个重新刷油漆 还有我们排水沟由于它那个水沟盖有下陷 所以很多民众其实那个就是用路人经过都有发现到水沟盖 有凹陷的情况 我们会再来做一个沟盖的调平的改善作业 7月16号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 中原路地下道两侧会全部封闭 请民众配合改道 而7月19号到21号一连三天会再度封闭 要执行边沟打除 墙面油漆还有浴瓣混泥土 胶质水沟盖放置固定等工作 请民众事先改道永吉桥或中华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